好 我們來關心國際的消息 有關於到底今年美國的大選 誰跟誰來選 會不會又是川普大戰拜登呢 看來好像大勢敵定了 因為共和黨的初選結果 川普呢很少了14週 15週裡面奪下了14週 大勝他的對手海力 所以基本上呢 應該是川普PK拜登 4年前的對決要再來一次了 那麼至於呢 中國大陸現在兩會結束了 當然有談到一些涉台的焦點啦 那習近平也首次的向台灣喊話 民革要在對台工作大局中 進一步找准定位 發揮優勢 更好團結海內外 島內外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不斷壯大反毒促統力量 共同推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甚至大陸國防部發言人張小剛 直接明白的說 兩岸根本不存在 所謂的海峽中線 以及呢美國國務院北京持續在 台灣海峽的挑釁行動 試圖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 呼籲停止對台施壓 兩會的焦點 好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關於今夏水域翻船的 兩死意外 兩岸關係很緊張 已經一個月時間了 再來呢 大陸海警船今夏海域演練 2月25號的時候 再爆三艘海警船 而且是2月27號喔 直衝我東部海域 蔡政員說了 就是來試水溫 一安撫民意要有一些動作 大陸以前就不想表現 覺得兩岸不用鬧這麼僵 所以現在兩岸僵局整解呢 接下來別忘了 準總統在這邊 叫做賴清德 現在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好了 國民黨的大陸事務部主任 林祖嘉 他其實有提到啊 對岸希望維持跟台灣既有的交流跟溝通 希望兩岸和平統一 融合發展的態勢是沒有改變的喔 但是呢 接下來賴清德會怎麼做呢 他的內閣也受到關注了 國安會秘書長的人選會是誰 因為這個人選也算是比較敏感的 亮哥認為啦 賴清德需要一位懂軍事的人 來出任國安會秘書長的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是國家幕僚中最吃重的 國安會是這個諮詢委員跟秘書長 都要經過美國同意 對美國有意見的人 絕對不可能 所以接下來的內閣人選 或許也是朝著兩岸呢 應該要更加和平的方向來定 不過說到底啦 還是要看賴清德怎麼做啦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關注一下 兩會的這個外交題 也是受到大家關注啊 歷年來呢 結束之後都會有一個中外記者會 但今年呢 替陸方對外回答的是 回國接任外交部長的戰狼王毅 那至於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中美的關係 王毅呢在場是四問美國 強調不是誰的拳頭大就說了算 那面對台灣問題呢 他說遲早會看到 在一中原則下 一張國際社會認可的全家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大陸外交部長王毅 接替秦剛回歸大陸外長後 再次重返兩會 接受中外媒體提問 針對台灣總統大選後 民進黨再度執政 台海關係緊張 王毅這樣對台喊話 台灣地區選舉 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選舉 選舉結果絲毫改變不了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基本事實 大家遲早會看到一張 國際社會遵守一中原則的 全家福的照片 這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縱容支持台獨 那就是挑戰中國的主權 誰想搞台獨 必將遭到歷史的清算 本屆兩會是台灣總統大選後 520賴清德就職上台前 這番話強化社台 又以全家福軟性喊話 軟硬監視釋出對台訊息 在大陸兩會取消了 總理記者會之後 只剩下王毅的答記者問 可以讓媒體來提問 因此可以看到 中外媒體是把現場排了一大圈 他們都大概幾點來排的 怎麼會這麼多人 早了很 差不多五點多都有 回國會長 王毅這場記者會 堪稱是兩會中 最有人氣的一場 中外媒體都關注 中美問題上四位美國控訴 美方不斷翻新打壓大陸手段 落金句不能再允許誰的拳頭打 誰就說了算 尤其今年是美國總統大選年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首度在兩會下團組期間 聲稱要壯大反毒促統力量 共同推進大陸和平統一進程 這是習近平在二零一九年全國兩會期間 親自談兩岸 再次藉由兩會團組會議時 提及對台論述 記者 北京採訪報導 再來 尾巴衝突啊 現在休戰談判進入第四天 力拼要在災界月開始之前達成停火協議 川普也首度的表態支持以色列 怒轟拜登很軟弱 才會導致以色列遭到入侵 看來呢 這個川普就是支持以色列那邊的 只是呢 川普才剛在超級星期二當中大獲全勝 現在就是要出來選了跟拜登PK嘛 11月的美國大選 幾乎再次的確定會上演川敗對決 黑夜中一道道飛彈飛過 以色列軍隊攻擊里巴嫩真主黨 鐵丘攔截火箭彈 尾巴危機尚未解除 鴻海局勢也持續緊張 一艘霍輪在雅丁灣遭夜門叛軍青年運動 飛彈攻擊造成三人死亡 這是首度有船員喪命 以他停火談判持續奔走 哈馬斯卡達與埃及代表起聚開羅 談判進入第四天 力拼在本月10日或11日 穆斯林摘戒月開始之前 讓雙方暫時休戰 以他衝突爆發至今至少3萬多人死亡 加薩走廊人民飽受饑荒 剛在沒選超級星期二中 大獲全勝的川普 這是一個驚奇的夜 一個驚奇的日子 則是明確表態支持以色列 直言拜登軟弱 以色列才會遭到哈馬斯入侵 川普黨內初選唯一對手海莉 在超級星期二後眼見無力回天 6日宣布退選 但並未表態支持川普 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康奈則立刻公開聲明支持川普 重返白宮 我會支持川普 如果他成為我們的黨議員 他當然會成為我們的黨議員 雖然曾經因為國會山莊暴動案 與川普不合 仍表態支持川普 在海力退選後 11月的美國總統大選 幾乎確定將重演4年前的 川白對決戲碼 記者綜合報導 憲兵211營的官兵自傷案 說爆出官兵生前處理業務 三天三夜沒睡覺 憲兵說經過調查 調查這個勤務都是符合規定 那到底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呢 結果國防部長邱國正 居然說一定調查清楚 然後呢 漢光40號演習 兵推首度延到8天7夜這麼長 空軍也恢復了跨子夜的實戰飛訓 去歐國正坦言 就是為了因應敵情變化 有天下第一營支撐的憲兵211營 印尼小兵日前在總統府前親身 現在爆出同袍投訴 小兵生前被操還一倍電BMI過高 且業務繁重到幾乎三天三夜沒睡覺 每天要站崗只休息兩小時 確實是有負責這個軍事業務 那幾天也負責有在打靶 有去看過他當事人 他這近三個月的一個勤務派遣 若是都符合規範千挑萬選的 總統府憲兵 又是什麼特殊原因才會這樣 且國防部近期短短十天內 就爆出五起兵關親身事件 國防部有沒有調查 因為衡量他的身心的狀況 有感情因素 他工作壓力 假如我們沒有違背規定 有很多人在執行的同樣工作 可能有些人他當然 他抗壓性比較弱 但我們絕對不去怪他 我所瞭解的就他運作的正常 過去國軍漢光演習 不管兵推或實兵都是五天四夜 但今年國軍漢光四十號電腦兵推 近首度延長到八天七夜 單到兩岸真的兵凶戰危 會要因應目前兩岸的兵凶戰危 還是我們對未來的賴總統 面臨的兩岸情勢是沒有信心 今下爭議未解 兩岸情勢空前緊張 漢光演習時間增加 空軍也恢復跨職業 飛行 基層怨聲不斷 專家警示就怕有人服役年限一到 就退伍不續簽 引爆拒簽潛 已經被戰同步了 裝備哪一個要獲得 之前要完成哪些 包含人員的訓練都夾在裡面 辛苦大家都很辛苦 壓力大了 哪一個不辛苦 那麼緊張 高強度 那感覺就是好像準備要打仗的樣子 老婆心理上壓力很大 兩岸關係緊繃 執政者找不出緩解方法 卻是狂增加國軍戰備及人員壓力 就怕這樣依舊無法讓百姓脫離 面臨戰爭的淡戰心驚 記者黃毅俊離選 SG小組台北報導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的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